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式资讯榜 我是主持人马北斩 美股在周二收高 金融板块领涨 投资者继续关注强盛 高盛等的财报 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前景 道指涨337.98点 涨幅为1.12% 报30523.80点 纳指涨96.60点 涨幅为0.60% 报10772.40点 标普500指数涨42.03点 涨幅为1.14% 报3719.98点 那在周二 美股的金融板块是普遍上涨的 美国运通收高3.27% 摩根大通的公司收高2.56% 高盛集团收高2.46% 投资者仍在评估美股的财报 强生宣布第三季的营收与盈利均是超出了预期 高盛的营收与盈利也是好于预期 数据显示 在已发布财报的标准500的指数的成分公司当中 只有42%的公司报告 营收和利润两项重要指标均是高于预期的 该比例创下了2020年第一季度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新低 也低于财报级第一周47%的历史平均水平 美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83%的受访者预计 未来12个月美国跨国企业的利润将会恶化 预计美国跨国企业的利润明年将在10%以下的受访者占比高达91% 这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比例 美银的策略师指出 这一迹象表明 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的盈利预期将会进一步下滑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 美国通胀持续高企 与美联储激进加息的前景 使美股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空间遭到严重的挤压 摩根大通策略师在周一发布的报告显示 由于美联储等央行可能犯下过去鹰派政策错误的风险增加 该行正在削减股票的头寸 同时增加债券的头寸 从最近数周的美股表现来看 对经济衰退以及央行政策过于激进的担忧 使美国股市重挫并在9月底创下了年内的新低 美银预测标普500指数甚至可能回落到3000点的附近 和周一的收盘价相比 这意味着标普500指数可能还有18%左右的下跌空间 市场继续关注美联储的政策前景 以Michael为首的美银的策略师在周二表示 预计在美联储最终停止加息之后 美国股市将会在2023年的上半年触及 他们的调查显示 预计未来12个月经济将走弱的受访者的人数 接近了创纪录的水平 79%的受访者则预期通胀将会在同期内下降 投资者仍然担忧美联储的激进紧缩政策将美国经济推下衰退的悬崖 根据知名的财经媒体的最新衰退的概率模型预测 所有时间段的概率都是很高的 预计美国在到2023年10月的未来12个月内 经济衰退将会达到100% 高于上一次预测的65% 此外 衰退提前到来的几率也在上升 该模型预计11个月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 从30%上升到73% 10个月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从0%上升到25% 作为模型输入的经济和金融指标普遍的恶化 是导致前景恶化的原因 在通胀高企和联储会连续大幅加息的背景之下 美国经济衰退似乎是无可避免的 彭博社在17号发布其美国经济学家建立的模型数据显示 美国经济在未来12个月内发生衰退的概率达到100% 远高于此前的数值65% 这一经济衰退概率模型由彭博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娜黄和经济学家伊莱扎·翁格建立 模型数据显示 美国经济在未来多个周期内发生衰退的概率均在上升 其中10个月内的衰退概率从0%升到了25% 11个月内的衰退概率从30%升到了73% 12个月内的衰退概率从65%升至到了100% 该模型表明收紧的金融环境 持续的通货膨胀以及联储会的加息预期 正在增加美国经济收缩的风险 而且经济衰退提前到来的可能性也在上升 这和总统拜登的乐观基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拜登多次强调他不认为经济会发生经济衰退 即使有也将会非常的轻微 事实上除了数据模型 华尔街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概率的预测中值也在升高 在彭博社本月的调查当中 42位的经济学家预测美国经济一年内发生衰退的概率为60% 高于一个月前的数值50% 在华尔街日报的最新的调查当中 超过70位的经济学家预测 美国经济一年内发生衰退的概率每63% 高于7月的49%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代案斯旺克表示 联储会正在两害相权取其轻 选择将导致失业率上升的经济衰退 而避免更具腐蚀性的高通胀带来的风险 摩根大东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 在近日警告说 他认为欧洲现在已经陷入了经济衰退 非常严重的负面因素 可能会使美国经济在明年的年中陷入衰退 戴蒙提到了通货膨胀率飙升 利率涨幅超过预期 量化紧缩政策的未知影响 以及俄乌冲突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他说认为这些因素可能会推动 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欧洲已经陷入了衰退 这些因素可能会让美国 在6到9个月后陷入某种衰退 有分析说 随着联储会连续的加薪 劳动力市场预计将会在未来数月 甚至数年内走弱 企业和工人都将会面临痛苦 17日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 衡量纽约州制造业的一项指标 在本月连续第三个月收缩 企业对2023年初的商业状况 较以往更加的悲观 美国住房建筑商信心指出 连续第十个月下降 创下了1985年 有记录以来 最长的连跌 10月该指数较9月下降了8点至38 创下了2020年5月份以来的新低 在本周 美国30年期的固定按揭贷款 平均利率为7.12% 业界认为 这是导致建筑商信心指数 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 由于美国按揭贷款利率的飙升 美国房屋建筑商的信心指数 已经下降到了6个月前的一半 这是该指数连续第十个月的下降 也就是今年的每个月份都在下跌 这创下了该数据1985年 有记录以来的最长的连跌 具体来说 美国10月NAHB房地产指数的较9月下降8点到38 创下了2020年5月份以来的新低 低于分析师预期43 该指数低于50的评级被认为是负面的 分地区来看 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建筑商的情绪跌幅最大 西部地区下降了7点到34 南部地区下降了7点到49 东北地区下降了3点到48 中西部地区下降了3点到41 在该指数的三个分享数据当中 目前销售状况下滑9点到45 未来6个月销售预期下滑11点到35 买家流量下降6个点到25 建筑商将信心下降的原因 归结于利率的快速的攀升 根据抵押贷款新闻日报的报道 在本周一 美国30年期固定的按揭贷款的平均利率 为7.12% 高于今年年初的3% 创下2002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房地美说 随着美联储试图抑制通货膨胀 阻止了新冠疫情爆发后的 美国房地产的繁荣 较高的利率使潜在买家处于不利的地位 并且推动全美各地的房地产销售的下降 根据美国按揭贷款数据提供商提供的一份报告 8月份美国房价的中值环比下跌0.98% 7月份下跌1.05% 这两个月的数据创下了自2009年1月 雷曼兄弟倒闭以来最大的单元跌幅 并跻身有记录以来的8个最大跌幅之列 周二 根据媒体报道 两名参与苹果供应链的认识说 在i414plus首次亮相不到两周的时间当中 苹果正在削减该机型的产量 这导致苹果的股价的盘中短线跳水近3% 随后震荡回升 知情人士说 苹果已要求至少一家中国制造商 立即停止i414plus组件的生产 同时其采购团队重新评估对该产品的需求 苹果将i414plus定位为i4pro 进行的更便宜的替代品 并且配备了较大的屏幕 知情人士表示 苹果在中国的两家将零部件组装成 更大板块的下游供应商 也分别将产量缺减了70%和90% 以上消息也符合9月底的报道 根据了解 在苹果i414系列上市之后 因为需求低于预期 苹果公司将放弃 今年i414系列增产的计划 i414系列普通版上市后 短期的需求没有那么好 pro系列更好 总订单不变的情况下 有些分配的调整 pro的量更大一些 i414系列的低迷 在黄牛身上也是有所体现 他们在抢购之后通过倒卖 获取收益 但是今年却出现了亏本甩卖的现象 今年以来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一直在走转 根据数据研究公司的估计 第三季度的智能手机市场 将会较上年同期萎缩9% 预计未来6到9个月 需求将会保持批转 在周二稍早 苹果发布三种硬件设备的新品 分别更新了入门级的平板iPad 高端平板iPad Pro 和电视机顶盒iPad TV 4K 苹果商店经过短暂的更新之后 上架了三款新的iPad产品 这也意味着苹果十月新品的悬念就此揭开 与此前市场爆料大致一致 Pro系列升级了最新的i4芯片 而入门款的iPad也是更新了模板 更贴近整个系列的设计语言 新版iPad Pro最主要的更新 是换上了iPad2芯片 苹果官方表示 iPad2芯片的CPU较前一代快15% 而适合的GPU的图像处理速度 提升最高可达35% 配合下周一正式推送的iPadOS 16 第二代的iPad Pencil 将提供悬停体验的交互功能 苹果介绍说 当iPad Pencil与显示屏 距离最高达12毫米时 可被检测到 让用户可以在落笔前预览自己的笔触 而在消费者感知 最直接的屏幕方面 新版的iPad Pro延续了上一代的配置 12.9英寸版本采用了mini LED 而11英寸的版本继续连用LED的 视网膜显示屏 售价方面 根据苹果中国官网的显示 11英寸的iPad Pro的起售价为6799元 12.9英寸的iPad Pro的起售价为9299元 分别较上一代涨了600和800元 苹果预期10月20号上午开始接受预定 并在10月26号发售 iPad产品线较上一代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设计 不仅拿掉了正面的轰键 并把Touch ID集成到电源键 还采用了全面屏设计 用上了10.9英寸的视网膜显示屏 处理器方面升级到A14 苹果也表示 这款芯片比起市面上最畅销的 安卓平板的处理器快了5倍 最新款的iPad也拿到了Lightning接口 换上了USB-C 除此之外 第十代iPad不仅将后置摄像头 升级到了1200万的像素 并且引入了全系列首个横向前置的摄像头 确保用户在视频通话时 能够保持看向摄像头 重新设计的外观和性能提升 也带来了更高的价格 第十代的iPad在美区的起售价 从上一代的329美元涨至449美元 中国区的官方也显示 64GB的WiFi外版的起售价 从2499元涨至3599元 苹果同时也为这款新的iPad 设计了新的妙控键盘双面夹 起售价为1999元 世界银行一名高级的官员 在近日说 俄罗斯对远离前线的乌克兰城市的 民用的基础设施的攻击 将会使乌克兰面临的可怕经济形势 更加的恶化 乌克兰的贫困程度在今年已经加剧了近十倍 试航负责东欧事故的区域国家的主管 阿诺普班纳吉说 在本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 进行大规模的攻击之后 乌克兰迅速地恢复了电力的供应 这反映的是战事系统的效率 但是俄罗斯改变战术已经提高了风险 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 在近日对国际援助机构说 乌克兰需要大约550亿美元 其中380亿美元用于覆盖明年 估计会出现的预算赤字 另外170亿美元用于开始重建关键的基础设施 包括学校、住房和能源设施 乌克兰的官员一直强调 他们需要持续可预测的财政援助 以便可以维持政府的运转 同时开始重要的维修和重建的工作 当美国9月通胀数据在超预期 而且连续7个月位于8%的上方之后 上周五以来美元对日元的继续走高 在18号美元对日元涨至149.10元 创下32年的新高 虽然日本政府可能再次出手阻止日元下滑 但是专家表示这次市场恐怖买账 14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暴跌 一度贬值1美元对148.86日元 日元的汇率触及1990年8月以来的 约32年的新低 今年以来日元对美元已经贬值近30% 美元对日元从年初的115左右 到目前徘徊于149 市场预期美国通胀持续爆表 美联储的加息狂潮或将会变得更为猛烈 日元所面临的贬值风险突增 有报道说 投资者意识到积极地收紧货币政策的 美国和坚持宽松政策的日本央行方向迥异 对于利差扩大的期待升温 纷纷卖出不利于理财的日元而购入美元 而在美国9月CPI的数据公布之后 市场预期 美联储的加息狂潮或变得更加的猛烈 日元所面临的贬值风险突增 18日美元对日元涨至149.10 日元汇率在创下32年的新低 面对日元的贬值风暴 日本的监管当局已经开始行动 日本在9月动用了近200亿美元 进行20多年来的首次干预 以支撑日元 美国9月CPI的数据公布之后 日本央行的财务大臣林木俊一 曾经紧急表态说 当局将会采取适当的行动 防止汇率过度的波动 日本不能容忍由投机引发的过度波动 正以高度的紧迫感 关注外汇市场 将对过度的波动 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澳大利亚的联邦银行的外汇策略师 日元贬值的速度 就像9月那次干预一样 但是从历史上看 这种干预措施的影响 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一些分析师也指出 日本的外汇干预会受到外汇数量的影响 美国银行策略师 山田修介在研报当中说 日本财务省可能通过出售短期美国国债等美国证券 为上月的干预提供资金 更重要的是 即使在包括日元在内的非美货币 都受到了抢美元的冲击 但是上周的G20会议显示 这一次不会有新广场协议 财长耶伦已经明确表示 美国没有采取共同外汇干预行动的意愿 根据路透社透露 德国经济部此前曾推动新的措施 要求所有企业赴中国投资都需要接受审查 引起德国商界的群企反对 审查计划随即被搁置 德国这项审查计划试图限制特定技术的转移 避免某些领域对中国依赖日深 然而在德国的商界高层 在上月与经济部长哈贝克举行视项会议时 纷纷表示 布满经济部事先未与他们充分咨询 又指计划会对德企造成重大的冲击 令商界在竞争上陷入略视 会议最终未能达成结论 当天与会的企业高层来自化工巨头 巴斯夫集团 德意志银行及西门子集团等 与会人士透露企业高层向哈贝克表明 他们会增加目前在中国的营运规模 但是同时会寻求多元化 哈贝克则承诺继续与商界沟通 明年第一季在安排与商界会谈 包括巴斯夫以及大型车厂宝马 平质服饰在内 德国一些龙头企业均是纷纷加大在中国的投资 旨在打造独立的在地供应链 保护营运 不受地缘纷争与贸易战的影响 例如巴斯夫将在广东湛江 分批建设异体化的基地 企业巨头ABB公司 在上海的先进机器人工厂 也将在数月内投入运营 此外 继德国大众近日宣布 24亿欧元的在华投资项目之后 德国的另外一个车企 宝马集团也计划将 迷你电动车生产线 从英国的牛津工厂迁移到中国 实际上 对过去十年 欧洲对华直接投资的核心趋势 进行回顾 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变化 欧洲少数大企业 正在占据越来越多的 对华投资的分合 根据德国中央银行的数据 在今年上半年 德国对中国市场的直接投资 达到101亿欧元 而去年同期为62亿欧元 这一数字 创造了德国投资 中国的历史新高 在近日举办的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 2022秋季峰会上 中国欧盟商会的主席 武德克也表示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中国仍是欧洲企业的最佳选择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 31省份 2022年9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在9月28省份的CPI 同比涨幅高于上月 其中四川最高为涨3.8% 北京最低为涨2.1% 中国国家统计局显示 2022年的9月 中国全国CPI 环比涨涨0.3% 同比涨涨2.8% 同比涨幅 在创近两年半的新高的同时 连续第三个月 低于市场的预期 书里发现 31省份 9月CPI 同比均为上涨 涨幅高于或低于 中国全国水平的省份 分别为10和16个 8月为13和12个 值得注意的是 仅有海南 广西和陕西 等三省份的涨幅 低于8月 28省份的CPI 同比涨幅高于上月 上月则有 23个省份的涨幅回落 其中 四川最高为涨3.8% 北京最低为涨2.1% 光大宏观 高瑞东团队分析说 疫情反复 压制消费需求 租价持续受政策调控的影响 原油等输入性的通胀减弱 是导致三季度CPI运行 低于预期的三种因素 在创出近两年半的新高之后 机构对未来CPI的预测 出现分歧 西部证券的宏观报告则 预计CPI可能会出现新高 十一假期以来 猪肉价格进一步的上涨 可能继续给CPI带来 上行的压力 在9月份 国际原油等大宗商品的 价格继续下降 中国部分行业的需求回升 工业品的价格的走势整体下行 但是下行的态势趋缓 9月工业生产者的出厂价格的 指数同比上涨0.9% 涨幅比上月回落1.4个百分点 根据测算 在9月份0.9%的PPI的同比涨幅当中 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 约为1.3个百分点 新涨价的影响约为-0.4个百分点 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企 增加海外的航班 在10月 中国日均国际航班量创下了新高 不过国际机票的价格同比贵三成 来自航旅纵横的最新的数据显示 那在10月的上半月 中国航司的国际航线 实际的执行客运航班的数量 超过1700加次 比去年同期的航班量有所上涨 出入境的客流量有显著的增长 其中中国国内航司的出入境的 旅客运输量超过11万人次 同比去年增长约为80% 出境旅客前往的热门目的地 为东京 首尔 洛杉矶 新加坡 澳门 非常准的数据也显示 10月以来国际航线日均执行 客运航班量达到143班次 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 环比9月日均执行航班量 提升约为16.69% 国际航班的增加 主要是由于近期多家航空公司 陆续地恢复了多条国际航线 其中既包括突破五个一 政策限制的新航线 也包括在此前每周一般的 基础上的加密航班 航旅纵横的统计数据显示 10月上半月的国际航线的 平均票价近100元人民币 同比去年依然上涨约为36% 不过航旅纵横也预计 随着国际航班逐步的增多 部分国际航线的票价 可能会有所下降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 美食咨询榜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